大家好,我是茶娃娃 今次就介紹如何保護桌遊 新買回來的桌遊可能沒有包裝 又或者包裝紙已經爛了 這樣就要做最基本的保護,重新包桌遊 如果不包裝的話,是一些比較潮濕的地區 沒有包裝的桌遊放了一段時間 外盒就會有可能有發霧的情況 如果真的發霧,發得很嚴重 就可能沒得救了 今次示範的桌遊就是Ath of Galaxy 如果有興趣想知道這個桌遊是玩甚麼 可以去看看我開箱這個桌遊 和介紹這個桌遊的影片 影片連結我會放在這條Youtube影片下方 說了那麼久,現在就來說說如何重新包桌遊 材料有 膠紙、包雪膠、割刀、割刀 將桌遊盒反轉 裁剪一塊和合體相同大小的包雪膠 裁剪好就放在一邊備用 之後再拿出盒蓋 再裁剪一塊和盒面大小一樣 但是四邊也要預留盒蓋高度的包雪膠 盒蓋和盒底的包雪膠已經準備好了 首先來處理盒蓋 把包雪膠奪好盒蓋的四邊 再把少許的膠紙定住兩邊 之後就可以把膠紙貼好四邊 貼好兩條大邊之後 其餘兩條小邊就要處理角的位置 四邊的合格 我用了一個最法治的方法 把合格的包雪膠摺成斜邊 我亦會把摺了的斜邊 裁剪刀壓一壓緊 然後把角的位置摺上合邊 再用少許膠紙貼實定位 定好位後就可以把膠紙封邊了 四邊都封好之後 盒蓋就完成了 之後就到盒底了 把盒裡的所有配件都拿出來 盒底就簡單很多了 先把剛才預備好的膠紙膠 貼在盒底就可以了 如果角位還有這樣的位置 就用少許膠紙貼好就可以了 包油氣盒就這麼容易了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快點檢查一下自己有多少 深愛的卓油還未包裝 好,今次又介紹到這裏 自己的卓油記得好好保護它們 想看更多類似的卓油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和分享影片 下次再見,拜拜!